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已经73岁的胡锦除了疗境况外 也鼓励病友 此外 电影《惊不厌诈》演员群臣庭 何启胜 张启乐 曾俊耀及导演王崇正都一起出席 二十几年前得到乳癌的胡锦 特别从美国返台开刀治疗 但几年前另一边又复发 当时胡锦文医生还有几年可以活 医生跟他说剩三年 他为了在剩下的岁月里完成求学的梦想 举报读正大EMBA 并在两年内顺利毕业 之后看医生 医生平息说应还有三年时间 目前胡锦控宣之余就会从事高尔夫球 羽毛球及华龙舟等运动保持体态 此外 胡锦透露 老公顾安生日前安装了心脏支架 目前术后恢复良好 而胡锦今天和导演王崇正见面相谈深欢 导演对他提出拍戏邀请 他也给了导演一些拍戏意见 王崇正也提到未来会拍摄三个年龄层世代的女性故事 胡锦表示 如果有机会 可能会客串演出 胡锦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曾经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但是演员演技太好 如同一把双刃剑 成就一部戏却毁掉自己一生的事情 在这个行业也不是啥新鲜事 曾经有一句话这样形容娱乐圈现象级事件 演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以决策滤镜定义演员人品的现象 从过去到现在 似乎从未在娱乐圈消失过 某些认知较浅的观众 看过《还珠格格》后 对扮演龙默默的演员李明奇 曾经恨之入骨 害得老人家上街买菜 还有委托邻居代劳 多年以后 有网友这样调侃 当时的观众欠李明奇一个道歉 因为当年他扎的都是坏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少士 有这样一位风月片女王 凭借妖娆风情的表演才能 稳作风月片《大女主》的头发交椅 因为名震湘江导致情路坎坷 她就是胡锦 1947年 胡锦出生在了江西的一户戏剧世家 后来随家人定居台湾 胡锦的母亲 玛黎珠是京剧演员 受家庭环境影响 胡锦自幼跟母亲学习 还未到上学的年纪 姜美人就已经赶登台唱戏了 后来电影渐渐兴起 胡锦凭借精湛生动的演技 逐渐混聚于演艺圈 1969年 二十二岁的胡锦被学美术出身的李汉祥一手发掘 成为邵氏麾下效力的演员 导演学演员拍戏 跟裁缝量体裁衣的手法大致相同 胡锦容貌艳丽 身材妖娆 恰好符合邵氏对风月片女主的需求 1972年 一部大军法的电影《红空出世》 胡锦在这部片中扮演一个妖娆的小寡妇 互盼生非的眉眼 扑弱凝脂的脸蛋 唇边的一颗美人质诱惑十足 身材窈窕多姿 除了这些外在条件 胡锦在镜头前的面部表情也很嫩媚 剧情丰富 胡锦演绎的风情万种 观众看得尽兴 凭借这部电影 胡锦一天成名 从此名声大噪 胡锦在邵氏奠定了风月片一姐之位后 他成为李汉祥电影中的御用女主角 在此之后 胡锦接连参演了由李汉祥指导的风流韵士 声色犬马 金瓶双眉等多部风月片 由于他在风流韵士和金瓶双眼中都曾扮演过潘金莲 后来走在街上 他发现自己的名字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潘金莲这个称呼 真实情况是 胡锦拍的风月片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原始本钱 其中很多大胆出位的戏份都是用体身演员完成的 但是因为他的表情太到位 那种销魂的表演太过深入人心 观众被他演技征服的同时 难免对他本人的人品产生过度联想 胡锦的演技究竟属于什么级别 专业人士自有发言权 当年文俊还是学生 尚未碰到金瓦奖 他是这样评价胡锦和甜妮的 少时当中 他们的演技是最厉害的 在裸替代劳的前提下 他们仅靠面部表情 台本对白完成剧情 让观众感受到女子万种风情的情形当中 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员 然而胡锦从来没有把自己归类为艳星之列 他是72家房客里过来吝啬的包租婆 也是邵氏老板《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不断挑战新角色或局限自己 是胡锦作为专业演员的坚持 然而 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正面形象人物太少 多数都是一些三较九流的角色 因此 很多自带角色滤镜的观众将他本人定义为坏女人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胡锦究竟人品如何呢 据那些跟胡锦有过交往的人 这样评价他的为人 现实中的胡锦并不是观众透过大荧幕想象的那种女人 她待人真诚友善 而且非常善良 不虚伪 不做作 开朗大方 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女子 由于越来越多的观众用决策率近看待胡锦 或许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想法 24岁那年 胡锦对外公开了自己男友的身份 她就是演员张冲 1975年 胡锦跟张冲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邀请胡锦权作为他们的证婚人 女人结婚意味着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胡锦想做贤妻良母的心愿 在她之后选择剧本的小新意义中可以略见一斑 然而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原本就凭借艳星出道的胡锦 她的演技特质过于鲜明 一个外形看起来像潘金莲的坏女人 如何让观众相信她扮演的良家女子呢 任何一个导演在选角方面 都要考虑演员拓制是否与角色相符 毕竟票房收入决定了导演的业内地位 所以当胡锦宣布自己要走从良角色路线之时 她也等于自搬石头砸脚 因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导演找她拍戏了 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 胡锦只好被迫无奈地向现实妥协 毕竟她终究是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 当胡锦继续激演了几部风月片之后 很多导演问风而来 将胡锦家的门槛都快踏平了 风月片剧本的接踵而来 成为压倒胡锦岌岌岌可危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胡锦不是没有努力挽救过 当年她曾对外宣称 虽然老公张冲也是演员 他能理解我的苦衷 但是我自己却过不了那一关 总觉得拍太多这种类型片对不起她 原本一对恩爱夫妻 两年之后居然貌合身离 被媒体多次传出分区的新闻 四年后胡锦跟张冲离婚 至于离婚原因是什么 胡锦选择了闭口不谈 反而是小舅子胡明造出真相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原本就不一样 而且思想观念和性格差异也相当大 他们之间不存在小三 关于婚姻有这样一种说法 当初因为了解而彼此欣赏 认为彼此是对方百年难得一遇的另一个半员 原本以为结婚是给爱情换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没想到不过虚于几年的时间 就因为太过了解而分手 或许是因为情商过于刻骨铭心 在此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 胡锦都没有再次踏入婚姻 33岁那年 胡锦与十年前的男友重逢 这个人就是台式著名主持人胡完生 兜兜转转的缘分 让他们相信了天意的安排 两人决定白头偕老 然而当婚讯传开之时 反对之声却由四面八方分涌而至 胡完生的亲朋好友纷纷投了反对票 你这么正派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娶一个也那种角色的女人 为了结婚 胡锦和胡安生当年可谓是人路不重 电视台警告胡安生 若是选择跟胡锦结婚 以后就再也不能做新闻播报的工作 而万万当局对胡锦提出的要求 更是匪夷所思 他被要求写下一份保证书 以后不能拍伤风败俗的戏 否则将不能去别的国家演出 可想而知 当年两个夹缝当中某局婚姻的人 最后能够走在一起 不是情比金尖 又是什么呢 爱情与事业多数情况下 如同熊掌尊燕窝 两者只能选择其一 相较于世人的误会与流言蜚语 对于胡锦来说 是女儿的不理解 以及世人的匪方 早些年上小学的女儿拒绝她接送 给她的理由让她不寒而栗 同学会笑话 我是坏女人的女儿 我不要你接送 因为太丢脸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女儿去旧金山留学 女儿还是拒绝跟她一起出现在 同一个社交场合 变性的角色让胡锦面对女儿更是感伤 小学时不愿我去送她 后来陪女儿去旧金山读书 她还是很排斥 尤其她得乳癌开刀时 还要假装坚强 要女儿好好念书 但其实心中的渴望 是渴望得到女儿的关心 胡锦觉得和女儿直到现在 都不够贴近 她不是很清楚女儿的想法 很希望在美国的女儿 能常常发email或简讯 跟她说心理的话 讲到此 她又忍不住掉了泪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